回到股東前潮進步的一個盤面重點觀察 現場為您請教的專家是資深分析師孫怡婷 坦克好 請就很晚 大家晚安 好 坦克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今天大盤指數部分是由金融類股指數在撐 電子股部分看起來稍嫌缺了一把火 那把火看起來就是3008的股王大力光 這個財報的相關利多 為什麼只有反映一日行情呢 兼大力光呈現K高走低 K線形態上留下長KK棒的走勢 其實我們上次有講到一個論點 你現在操作股票特別做注意 像大力光球是標準的 它最好的情況已經過去不會再好 看起來外資對它這樣子一個買進動作 並沒有做非常積極 反而有哪些電子股是最壞的情況 已經發生不會再壞的 金電2448的金電 股價在這個百大全取股當中 漲幅比較領先 僅用跳空的方式越過了在季線反壓 還有檔個我們今天主要來討論的是 2353的紅基 你看近期都維持在高檔震盪 波段大概從14.9漲上來 幾乎漲幅有波段有8成的一個漲勢 這些都是最壞情況已經過去的嗎 現在選股大家怎麼去找 至少未來不會再壞 還有一些新的應用 有機會期待的呢 對 廷娟很專業 因為廷娟講的就是外資的操作邏輯 當最好的情況已經發生之後 其實外資會有一部分的所謂的核心持股 會做一個減碼 我們來看大力光就最明顯的例子 3008的大力光 我們把時間在拉長你會發現 6000塊以上到底是誰買的 對不對 5000塊以上到底是誰買的 其實很明顯是外資把它買上去的 但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行情端有一點變動 就是外資開始在調整手中的部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大力光去年賺了多少 賺了193塊 今年還能夠賺的比去年多嗎 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說蘋果 如果整個智慧型手機都遇到挑戰 那還會那麼好嗎 其實大家要做一個觀察 所以這裡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今年誰會走出谷底 今年誰會脾氣泰來 剛剛廷娟提到兩檔股票 一檔是晶電 晶電的話一部分就是所謂的3D感測 然後跟所謂的迷你LED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都會在下半年開始有點發酵 所以你看股價整理了一段時間之後 又開始轉強經典 那這裡的話其實還有一檔股價就是宏基 我們來看宏基的K線 你會發現 宏基其實去年到現在為止 悄悄的也是漲了一大波 就從年底開始 那這部分就是外資 就是宏基公佈了 他的第三季的財報之後 外資發現 好像宏基有點轉機出來 好 我們來看宏基 今天其實報紙上有一個 有趣的新聞 為什麼說有趣 因為這個金額真的很難看 怎麼說 宏基說他要切入電競 舉辦一些電競比賽 但是獎金只有15萬美金的 總金額 總金額這真的是有點 不知道怎麼講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 在全球最大的這個比賽 就叫DOTO國際邀請賽 獎金是多少 總獎金是2468萬美金 天啊 這人家零投比不過 然後冠軍的獎金多少 1086萬 所以你看這個美金 所以在前提之下 我們只能說宏基他雖然有心要推廣電競 要舉辦比賽 但這似乎不是他該做真正該做的事情 這裡他的轉機面不在這裡 我們往下看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因為其實獎金要夠大 遊戲要有趣之外 就是要有人要玩才有這個機會 我們來看 在剛剛那個例子裡面 因為獎金真的太多 1000多萬 所以拿到冠軍的隊伍 就剛好拿到去年整個電競界的獎金王 1337萬美金 就是這個team liquid 所以這裡的話你會發現 這裡的話其實金額真的很重要 但是宏基在這個位置點上 他去贊助電競舉辦比賽 反而不是他該做的事情 所以這裡會震盪 但是他後面還是有做多一些事情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講 這個環節底下我們來看往下看 為什麼這個團隊可以賺1000多萬美金 一年可以賺那麼多的獎金 人家訓練中心的標準 這個大家記起來 以後看電競 你看人家的廠房在洛杉磯 8000多坪 然後有廚師 有心理學家提供諮詢 有營養師 有教練 有分析師 有訓練場所 什麼叫分析師 不是我們 分析師是說 你這個動作 如果你等一下往外跑一點 往內跑一點 在這個前提之下 是不是你的動作會更有效率 你的遊戲作戰過程中更有效率 這部分其實是一個都是成本的堆疊 所以人家賺1000多萬是有原因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看的是 宏基現在轉型其實他有一部分在贊助之外 我們要跟大家報告我們往下看 這裡其實重點是在哪裡 宏基的優勢還是在整個華人圈 所以我們要先看各國的政策要拼電競 其實上海要當電競之都 這是在去年底的一個政策 他說上海市要加快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裡面提到 加快全球電競之都的建設 因為我們之前跟提倩提到過 杭州要納入電競 唐多亞運要把電競納入正式項目 下一步要挑戰相關的奧運項目 所以你會發現大陸在加速 大陸在加速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業者有卡到這個商機 就可以觀察 這是我們一概一概來的邏輯 但這個我們往下看 這邏輯是什麼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還是講這句話 電競你好好做硬體就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 宏基那個15萬美金 真的拿出來真的是會讓人家發酵 但是好好做硬體的宏基 就值得你關注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我們往下看 下面其實最重要的 我們只要看最後面這一章就好 大陸我認真看最近宏基做了什麼事情 宏基它在2020年 因為大陸的電競生態規模 上看百億人民幣2020年 但關鍵是什麼 他最近跟大陸的一間 叫中國傳媒大學合作 中國傳媒大學 它成立的叫做數字娛樂系 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系專門在打電動 培養賽事行銷 營運 還有遊戲設計的人才 就這個系 然後我們來看這邊 這邊叫做中國傳媒大學 它跟誰 宏基電腦合作 就是因為發現 宏基現在做對一件事情 就是他跟大陸的大學合作 成立電玩系電競系裡面 去贊助他的電競實驗室就往下看 相關這個系裡面要發展未來 中國大陸的相關電競系的設備 全部由宏基做的供應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宏基開始在做一個接地氣的行為 所以這裡的話你會發現 宏基除了這個牽錢的比賽 真的不好看 但是現在他還是有做一些該做的事情 他開始跟大陸的大學合作 在搶相關的人才 提供相關的設備 這裡的話你會發現 隨著大陸不管是我們先前提到過 北京要做電競 然後上海要做電競 這個環節底下最後我會提醒大家 宏基開始要變成什麼 它不再是台灣的電競股 而是兩岸的電競股 這個環節就跟我們先前提到過了 台積電的概念一樣 當台積電不再只是台灣的台積電 而是兩岸的台積電之後 投資的位階不一樣 外資的看法也不一樣 這裡的宏基也有這樣的味道在 所以這裡我們的宏基 其實我們建議大家 今年可以把它關注起來 為什麼 因為它開始變成兩岸的電競概念之後 其實整個格局跟評價的標準 都會被提高 好 非常感謝坦克 我們帶來在今天盤面當中的 一個掌握跟觀察